苹果的印刷电路板供应商药华土城二厂 昨天晚上发生了火警 药华表示起火原因等待消防单位鉴定 希望受损的产线两周内可以复工 在完全复工之前将会由其他的厂区来支援生产 目前初步估计影响了4月份合并营收在5%以内 5月份营收影响20%以内